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 男子田径决赛400米项目组 运动员们正在依次入场 最后一位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印度名将米哈辛格 外号飞翔的希克人 他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了上一届亚运会的冠军 这次他能否为印度再赢得一枚奖牌呢 我们来拭目以待 随着号令枪响 米哈辛格像子弹一样冲在最前面 实力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他的教练正在场内加油助威 突然一嗓子喊得米哈辛格浮想连篇 他竟然回头了 人们还来不及想他为何回头 比赛已经结束了 米哈辛格第四个到达终点错失奖牌 从此他沦为了印度人口中的失败者 遭到报纸广播等媒体的非议和羞辱 大家恨不得把他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一个拿过多次冠军和奖牌的运动员 在印度人眼里已经容不下他的失败 更不会有人关心他失利的缘由 鲁迅先生说过 战士倒下了 苍蝇围着他嗡嗡叫 以为发现了他的缺点和伤痕 只可惜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米哈在赛场上回头瞬间闪过的画面 正是他心中深埋起来的伤痕和悲剧 幸好后来人用这部曾囊括印度电影观众奖 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大奖的灵魂奔跑者 讲述了一代传奇运动员的故事 这一切要从米哈小时候开始说起 同年的米哈和一大家子人居住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那是紧挨着现在印度边界的一个村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 小米哈勤奋好学 但随着1947年印巴分治 宗教矛盾和冲突日益严重 作为希克教族的米哈一家人 被迫要搬迁到新印度一边 除非更换信仰 感谢伊斯兰教 但米哈的家人决定捍卫自己的信仰和土地 最后遭到了极端分子的屠杀 父亲掩护小米哈离开时 被坏人从后方用刀杀害 米哈脑海里永远挥散不去父亲最后喊到快跑的声音 他也永远都忘不掉 在坏人离去后返回家里看到的惨状 幸好姐夫带着姐姐逃走了 后来他在印度终于和姐姐夫妻俩团聚 像难民一样生活 和其他孩子一起从火车上偷煤炭卖 长大后的米哈在居住的村子里遇到了一位姑娘 但俩人开始谈恋爱没多久 他就因为盗窃被警方抓了 姐姐当掉了自己的金耳环 把米哈保释了出来 从此以后 米哈决定洗心革命好好做人 经过三次申请失败后 米哈终于进入了军队服役 为了能分到牛奶和鸡蛋 他参加了一次长跑比赛 从小就靠跑路逃命的米哈 得到了军队教练哈列瓦辛格的赏识 如果你注意到他们的姓氏都是辛格的话 也会注意到他们同为西克族人缠着头巾的特征 教练带他到运动场 为即将到来的军运会做准备 在这里米哈见到了国家田径队的阿翔 他对阿翔身上的队服非常好奇 但阿翔却对他的憨厚十分不屑 之后要他来比试一场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看着专业运动员的动作 米哈也学得有模有样 比赛一开始 米哈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眼看就追上了跑在第一名的阿翔 但米哈突然受伤了 他跌跌撞撞到达了终点躺倒在地 原来是一块尖利的石头扎进了脚掌 但他的表现让教练的上级十分欣赏 决定选中他参赛 后来一次训练中 米哈还认识了国家队的教练兰威尔 看他能得到兰威尔的指导 哈利瓦也很欣慰 后来的日子里 米哈的成绩不断得到提高 但却招来阿翔的嫉妒 他带人在浴室袭击了米哈 用跑步鞋底的钉子戳伤了他的小腿和脚掌 面对教练的询问 米哈坚决不交代是谁伤害了自己 因为他还想在之后的竞选赛击败阿翔 当他提着鞋子出现在赛场时 两位教练都大感意外 极力劝阻他放弃这次比赛 看自己因为绷带穿不上鞋 米哈干脆又一次光脚 站在了属于自己的赛道上 随着号令声响起 他忍着剧痛向前跑去 尽管一开始落后于阿翔 但他又迅速反抄对手 为了争这一口气 根本顾不上开始肾血的伤口了 米哈跑的绷带也开始脱落 但他最终遥遥领先拿下了第一名 国家队教练过来跟躺在地上的米哈说 他打破了国家记录 成功入选国家队了 当他穿着国家队服回到家里时 姐姐静一下没认出来他 米哈让姐姐试试自己的新队服 并让他在口袋里发现了送给他的惊喜 一对金耳环 当年姐姐为了保释他 当了自己耳环这件事 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姐弟二人相见后 米哈立刻去找他很久未见的女友了 结果却意外得知 他挂念的女孩已经远嫁他乡 米哈在桥上回忆并作别了过去 从此了无牵挂的 开始继续他辉煌的人生 一回到部队就开始准备动身 前往国外参加比赛了 这是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当年的各国代表队入场仪式 点燃奥运圣火的是 澳籍著名长跑运动员克拉克 在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二天 米哈和队友认识了官方 指派给他们的技术顾问 在技术顾问家里 邂逅了他的孙女斯戴拉 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 摩擦出了爱的火花 让米哈一时沉浸在温柔乡里 无法自拔 但他比赛这天明显发挥失常 竟然跑了个倒数 这让教练和队友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 米哈也备受打击 面对斯戴拉的安慰 他没有回应 转身跑去了卫生间 对着镜子狠狠地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但米哈在离开前 也想明白了这都是自己的问题 他和斯戴拉做了最后的道别 毕竟在那个年代 这一分别几乎就不会再有联系了 回到家后 米哈开始了更加勤奋的训练 不论什么日子和天气都不能成为阻碍 即便是下着大雨 一转眼来到了1958年的东京亚运会 眼前这位是巴基斯坦的短跑名将哈利克 米哈已经等不及看他比赛了 因为明天他们就要同场竞技 看到他果然拿下了第一名 米哈也感受到了压力 第二天的200米项目中 米哈拼尽了全力死死追着对方 终于在最后一刻抢先到达终点 翻越了这个心中的高山 在他之后的职业生涯中 他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好成绩 登上了各大报纸头条 还在各种国际比赛中拿下金牌 并打破了当时的世界记录 回去后获得了军方的嘉奖和晋升 他感恩地将自己的奖牌挂到教练脖子上 并向他行礼致敬 过来一会儿教练说 再别煽情了 干啥都不如跳舞 大家都给我舞起来吧 尽管后来他在1960年 令人不解地错失了奥运会的奖牌 但依然和队友们受到了总理的接见 总理在会面后宣布 为了加强印巴友谊 两国将会举办一场印巴运动会 而米哈被选为田径运动员代表参加 一提起巴基斯坦 米哈心中的陈年旧痛又发作了 他不敢回去面对儿时记忆中的家乡 拒绝前往巴基斯坦 总理听说了他心中的伤痛后 派人专程去慰问了他 并后来私下对他小致意情动之以理 最终说服了米哈 到达举办比赛的边境城市后 米哈逃离了新闻发布会 他去了曾经的家园 看到熟悉的地方 他又一次沉浸在悲痛的回忆中 禁不住跪在地上哭泣 第二天的运动会开始了 还是这位巴基斯坦的田径明星哈利克 两国人民都关注着米哈和哈利克之间的竞争 随着号令枪响 哈利克一马当先冲在最前 不愧于他亚洲旋风的称号 可是突然米哈加速了 他像风一样的超过了所有人 将哈利克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上的巨大差异 让所有观众都开始为他鼓掌 远在印度的亲朋好友也同样为他欢呼庆祝 后来总理宣布 为米哈辛格特地设立一个公众嫁人 这其实也是当年他对女友发过的宏愿 本部影片的故事基于米哈辛格的自传改编 他本人对这部电影只收取了一块钱的版权费 作为印度唯一一位打破过奥运记录的运动员 他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导致的并发症 于今年6月18日去世 享年91岁 景点声 感谢观看